大家好,今年的5月17号到18号 中亚五国峰会将会在陕西西安举行 当五国元首陆续到达这片千年古都长安城的时候 首先映入眼年的是具有民宿文化的横山妖谷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宿文化 横山妖谷是我国陕北地区的一种最古老的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之一 它呢也代表了我们对远道而来的尊贵的客人的一种最高的欢迎仪式 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横山妖谷 横山妖谷呢广泛流传在陕西陕北的横山县的各个乡镇村落 它呢是当地最为古籍的一种传统的渥道形式 深受陕北地区劳动人民的血 有着妖谷正宗窝子之美称 横山妖谷呢每逢节假日遇上节避雨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古什么一旦呢上了场呢 就比不出个高低绝不下场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宿文化 横山妖谷分为文妖谷和五妖谷两种 一般的文妖谷呢俗称为老人妖谷 一般的都是由老人孩子做成 三个老人配一个孩子 寓意呢就是反老还童 延年益寿 动作表演又称下三路 那么五妖谷呢俗称的就是后生妖谷 也叫做上三路那么他们表演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小伙子表演 动作幅度比较大 力度也比较强 节奏快速多度 然后呢舞姿呢比较强健定 快而不断 泛而不乱 横山妖谷的传统表现形式呢有小丑妖谷 四零妖谷 老妖谷 新妖谷四零 横山妖谷呢在我们建国之后呢 屡屡在我国的省级的民间文化会员当中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有小伙子